方俊宇議員 主席 要就這個議案發言 我想是一個相當沉重的心情 在6月12日的時間 在現場我經歷的一幕一幕 即是好像回憶鏡那樣回頭 其實很簡單 半年的亂局 是始於6月12日 240發 催淚彈 無數的橡膠子彈 警棍 胡椒噴霧 通通都是用來傷害我們香港人 看著電視機直播的朋友 當時的心情 大家相信 會覺得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換這個代價呢 因為我們當日 八十一名市民受傷 多人頭部中槍 兩人重傷 其中一名教師眼部中槍 視力最多 恢復三成 誰給他一些視力呢 誰製造這個傷害呢 我跟大家說 即是當日決定向無辜市民開槍的 都是人渣 而人渣中的人渣 就是誰去決定下令可以做這件事的現場指揮官 到現在我們都不知道誰的 主席 很神奇的 為什麼同時要出這個議案呢 就是希望在這裡成立一個委員會 還原事件真相 究竟六月十二號當日 誰下這個決定 誰下這個決定 來個亂局 找他出來 撿拾你這個爛貪子 真的很好笑的 我覺得 經常說天堂留位給你們 地獄VIP位也有 要多少有多少 林鄭班子 各大官員 告官 以至到當日決定開槍的警員 大把位給你 其實主席很簡單 這半年 的開始 就是在這一次612事件上 在612之前 大家都已經是平平和和 6月9號甚至一百萬人上街 你這個林鄭月娥的婆娘 如果你趕快出來 說我們暫緩惡法的 沒有後面的事件 沒有受傷流血被捕喪命 是不見棺材不夠眼淚 6月12號 是因為你們 林鄭班子 及各大高官 不理民意 強行來霸王硬上攻 那天在這裏 就這裏 主席 要易讀通過這個逃犯條例 修訂 結果怎樣 焦頭爛額 可憐建制派 陪你攬炒 真是攬炒之務 但攬炒之務之餘 你記得 當日林鄭 之後是上電視的 留我幾滴眼淚跟你說 說我賣港 我是很委屈的 我是賣身給香港 還可以說這種風涼的笑話 你是一個賣港賊 不折不扣的賣港賊 我說的 林鄭月娥是不折不扣的賣港賊 這個調查委員會調查 你一系列林鄭班子與其高官 包括 我想說 坐在那裡的庫局 你得到我們22萬人工的 一個的薪金 我們公帑支給你 林鄭月娥之間 41萬公帑 是我們全地球排行第二 真是好意思收我們納稅人的錢 警隊還好笑 在說加薪金 拿我們的錢打香港人 拿我們的錢射香港人 拿我們的錢來傷害香港人 拿我們的錢來傷害香港人 不經不覺半年啊主持 其實市民的聲音很清晰 這些是市民的心聲來的 這些高官 特首 決定開槍的人 高床暖枕 是不是真的睡得著覺 如果你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你應該立即出來道歉緩和的氣氛 不踢不動的 從最初 從最初 推他出來 暫緩條例 壽終正慘 書面道歉 到後來道歉 再到 撤回條例 死死氣 全部都已經是為時已晚的做法 主持 五大訴求是很清晰的 消控罪非暴動 查警部撤惡法真普選 坐在庫局 非暴動是否你的罪行 這個消控罪是否你犯仇 一日不做這件事 一日不去 推翻定性暴動罪名 就是一日我們大學生 我們的年輕人去死 推他們進入一個無窮的深淵 成人說暴力 暴力的源頭 6月12日有多暴力 我們在直播裡看得多清楚 在現場知道得多清楚 中信大廈門口 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 正中間有老若婦如你照射催淚彈 這筆像怎麼算 跟我們說 現在現有機制可以監察 如果是死鬼有這個議案嗎 你呀 到現在都解釋不到 當日那些速龍部隊 為何身上沒有號碼 追究無門 誰指揮官落拳地 任不清不楚 老實而言 主席 在場很多位民主派議員同事 你猜我們真的沒有試過去緩衝嗎 有啊 真的有啊 主席 早一晚6月11日 你群警察就在金鐘 無差別地守身 黑衣白衣就要守身 拍完場當反感審 議員去緩衝 度過了一夜之後 到第二天早上6月12日 很記得了 法會停車場門口 大戰一觸即發 我們議員同事在中間 就夾在市民和警員中間 大家幫幫忙 停一停 談一談好嗎 狠談 狠停 狠暫緩 到下午呢 你說這個決定 如果沒有林鄭月娥 額頭的話 沒有人相信 而這個 同事能夠提出這個議案 就是要調查612事件 我們真的很想知道 當日整個上午 至到下午開第一發 催淚彈之際 政府高官搞什麼 主席 林鄭月娥這個千古罪人 不用說 中大民調顯示 她的評分年跌9個月 只有22.4分 創新低 七成受訪者不滿政府表現 這個特首 老實說已經爛到不堪 她真是厚著臉皮 可以繼續發號施令 高官又繼續配合她 這真是令人覺得 很醜怪 你明白嗎 醜怪的地方 就是我們醜怪有個這樣的特首 可能部分官員都不居然 但部分官員敢怒不敢言 不敢去進行一些 真是沒理由在這個啟制裏面抗爭 你沒辦法 因為你由射而下壓下來 林鄭月娥一日未退位 一日都是我們的特首 但是抱歉啊 真是很諷刺啊 主席 你看電視啊 最近很多的 珍惜香港這個家 我跟你說 全香港最不珍惜這個家的 就是林鄭月娥 真是不知道醜字怎麼寫 不折不扣的賣港賊 主席 我們看得到 這件事 是半年亂局的開始 警暴的開始幾時實行 一定要問回頭 誰發第一會催淚彈 誰是第一發的橡膠子彈 這個真的很重要 我曾幾何時 處長就賴前線指揮官 和前線指揮官割席 就說這件事不關我們事的 前線指揮官決定信任他們的決定 你擺明割席吧 我不知道這個議案最後能否成立 能否在這個議事廳出這個調查委員會 不過總有一天真是會清算 到其時就高官推去前線 前線我推去前線警員 前線警員有些是無辜的 真是 是否這樣呢 是否這樣叫做還原真相 所以主席 這一次其實同事引用我們這個立法會裏面的權力 希望透過調查委員會還原真相 除了還原事件之外 也真的為部分警員討回公道 說不定 在我的緩衝過程裏面 我都遇到警員 真是聊天的 大家停一停 大家等好不好 好 但現在呢 我跟大家說 警隊建立這麼久的聲譽 真是被這個林鄭月娥拜到一敗塗地的 你以為他們不生氣嗎 你以為他們內部不會罵一哥 不會罵高官 不會罵林鄭 會 但沒有一個出口 可以還原這件事的真相 而放在我們眼前這個議案 是其中一個方法 至少要令到612事件 可以查個水落石出 讓大家知道 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的傳召方式 傳召不同的官員 就那天 可能在現場的指揮官 就坐在那裡問他 是不是你決定射雷彈 射第一發 我什麼都不追求 只是追究你 是不是你決定射第一發 射雷彈 是不是你決定射第一發的掌膠子彈 我已經不算你海綿彈 胡椒噴墓 一系列 因為當日受傷的人很多 當日二百多枚的催淚彈 當然了 到後來我們香港成為催淚之城 過萬枚催淚彈 可能聽上去的數字 就不是很重要 但大家都知道破槍理論 就是因為你做了第一次 你第一次過後 你又回不了頭 所以如果回歸的初心 在這個會議聽到展開調查 有什麼問題呢 還原真相公道 真是公道主席 老實說 在經歷了這麼久 我們竟然是仍然對六一二事件 是溺溺在目 我整段發言十分鐘 我全部針對六一二 我當然不需要跳去其他地方 因為六一二衍生了很多東西 主席 包括他們是會攻擊當時執行職務的記者 記者在旁邊照放催淚彈 但當時很慘的地方 就是大家還沒有練習好 還沒有防具 還沒有技術 直到認一認 記者無怨無悔繼續在前線 堅持他們的報導真相的初心 做直播 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 因為我們的市民 在家裡也好 看著直播都會很心痛 然後他們可以了解到真相 是因為他們真的看著 好像陪著記者在前線看著 沒有人的 照射出雷彈 你的槍是對著人頭來瞄射的 你不是說那些警棍不應該打頭嗎 為何要扣軍軍打頭呢 這些問題很多東西要問的主席 就是如果有這個獨立調查的做法 在這個議事庭裏面做這件事的話 我們真是逐條問 你對得住良心的話 你對得住良心的說真話 天堂沒有位置給你了 地獄VIP位置給你 全部都是優先排序給你 逐個排 林鄭月娥 李家超 鄭陽華走不掉了 但如果有願意去披露真相 說出當日的行動細節的人 願意做功又如何呢 會不會是我們了解 是可以了解到原來背後 是當時的特區政府 一個操作的一個如何 糟糕 所謂當時未有 但後來就說的止暴制亂 其實真是多得去不少 當那一系列的行動過後 只是亂上加亂 主席 當日誰射第一發催淚彈 誰射第一發橡膠子彈 這一個決定的人 一定要抽出來 他是這個事件的關鍵 同時 這個也可能是還部分警員的清白 這也是香港市民的期待 期待我們立法會 在這裡我們能夠運用我們的職能 至少替香港人出一口氣 香港人真的不是很合 當經歷半年之後 你發覺香港人越來越團結 甚至有一個巨大的民意 是告訴我們 做事了 調查路一二 這是一個很清晰的民意 而立法會就是彰顯民意的地方 儘管我們現在的制度在扭曲 但是我們作為民選議員 我們雜無旁財 我們就要把我們在街上聽到的民意 要帶進來 而最好笑的地方就是 無論你的政經如何 不管你男還是男 你都一定不喜歡林鄭月娥 既然是這樣 這個調查委員會發揮幾大的職能 很大 如果走到這一半步 我相信 就真的朝向解決亂局的 就是頭半步開始 雖然 它距離民間所說的五大訴求 還有一大的距離 但至少你都走到頭半步 連我 都不能忘記 六月十二號 以至到六月十一號 這兩天 我相信這一輩子 我都不會忘記 主席 我不是很想 每一次 罵到聲聲力揭 但最後 是沒有成果 我不想 我希望各位同事都想一想 幾位同事提出這個議案 有背後的苦心 你起碼走出半步做調查 還真相 這個也是我們做議員 在這個立法會裡面 的一個天跡 我當日在現場 帶走一個小朋友 她哭到我身上震了 我踏著她的肩膀 穿過所謂的封鎖線 她跟我說什麼 她跟我說她見到她的姐姐被人打 她那時跟她的姐姐失散了 我聽到我鼻孫了 我想跟她說 OK的 但時間很短 那時候大家知道 兵方馬亂的狀態 六一二是香港人其中一道傷口 在過去半年香港人有無數的傷口 但所有傷口的第一道都是很重要 我們一定要找回源頭 六一二是過去半年 林鄭月娥所設的亂局的開始 我希望各位能夠憑良心投票 本人僅此陳詞 是新鎖人 雷 是她的 我看你